我们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 要搞清楚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哪里有阻力 哪些地方有阻力 我为大家总结了一些 那么这一些是最最主要核心的 最最主要核心的阻力 但第一名排在第一名的 关于阻力哪里有阻力 就是风和谷 风和谷 因为一个风 比如说像这样一个风 这叫一个风对吧 一个行情这样波动啊 比如这样波动 这个风就是一个天然的压力位 这就是一个天然的压力位 对吧 像谷就是天然的支撑位 支撑位 所以这个很简单 我就不用举例子了 很简单 那么重要性的判断标 标准 就是说我们能找到它 因为我们我们现在要学习关于阻力 我们还要知道它的 就是强弱的判断方法 也就是说重要性的判断方法 或者叫强弱的判断方法 同时我们要了解一下 这个风和谷的这个重要性 我们分为两个内容 分为两个两个级别 或者两个方面 一个是风谷的级别 风谷的级别 比如说 比如说一个周线级别的风 和一个日线级别的风 那么它的重要性是不一样的 级别高一些的风 它会更加的重要一些 它的压力也会更大一些 或者明显一些 级别越低 那么它的压力就会越 越弱 越不明显 那有些人会说 老师什么叫周线级别的风 什么叫日线级别的风 你们有这个问题 我上次讲课就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 说老师什么样叫周线级别的风 什么叫日线级别的风 这又涉及到一个同级别风谷的问题 对吧 实际上如果你判断不清楚同级别风谷 我也可以提供给大家一个比较简单的 就是说它虽然不是那么的不是那么的 不是那么的完善 但是它可以对于小白来讲 它可以非常简单 非常简单的找到同级别风谷股 就是用周期的方法来看 就是用周期的方法来看 比方说 比方说就随便拿一个图 就这个图吧 就这段图 这段下跌 现在是一个下跌的状态 对吧 现在的它的同级别风谷股 比如说我们现在来看 我们现在看这一段 我看一下 我举个例子 我找一个稍微 稍微明显一点的 好 这个吧 比方说 你们注意看 比方说这个图里面 这是一个日线的 归铁的日线图 我问大家 比如说你要判断说 这个风 它跟这个风 跟这个风 比如说 一 二 三 这三 这三个风 你看我画了三个风 对吧 那这三个风里面 这三个风是不是同级别的 这三个风是不是同级别的 你们觉得 没有声音吗 如果没有声音的话 你退出一下 重新进 是所有人都没声音吗 如果你没有声音 退出之后 重新进去 好不好 退出之后 自己退出之后 重新进一下 课程助理 跟如梦联系一下 让他退出之后 重新进 好不好 不是的 对不对 一一二三 那么 如果你说他不是同级别的 那我问你 哪两个是同级别的 哪两个是同级别的 你们觉得 你们你们感觉 哪两个是同级别的 感觉二和三是同级别的 是这样吗 一和三是同级别的 有人说二三是同级别的 有人说一三是同级别的 有人说一二是同级别的 答案就很多 对吧 答案就很多 好 这个图里面 比如说你现在能看到三个峰 你看到三个峰 对吧 你看到三个峰 好 我换一个 好 好 你们的答案我都看到了 有人说二三 有人说一三 有人说一二 答案五花八门 好 好 注意啊 是这个峰 我刚刚标的是这个峰 这个峰和这个峰 对吧 好 我给你看 周线 刚才日线 我给你看周线 周线上 这个是刚才的一号峰 这个是刚才的三号峰 我问大家二号峰在哪里 二号峰 还有没有二号峰 你还看不看到二号峰 回答我 还看不看到到二号峰 二号峰就 是不是没有了 是不是没有了 二号峰已经在这里看不见了 看不见了 对不对 那么二号峰在周线上已经看不见了 也就是说 这就是我经常说的周线级别的峰 和日线级别的峰 我经常用这种表述 对吧 也就是说 在这个图里面 在这个图里面 这个峰跟这个峰是明显看得见的 对吧 这个峰呢 隐约看得见 但是这个中间 这个二号峰就完全看不见了 它根本就不是同级别的 跟这几个峰就不是同级别的 对吧 所以如果你们判断不清楚 什么是同级别的峰和股 那你用周期来看 你看一下 它还看不看得见 你还看一下 它还是不是一样的明显 其实也可以大致做一个辅助的手段 去让你去判断 是不是同级别峰 能理解吗 啊 这个理解一下 当然 有些有些峰在周线上也可以都看得见 但是也有可能不是同一个级别的 你注意啊 就就说这个表述 这样的这样的这样的表述啊 就是说 如果两个峰 在 如果有几个峰 如果在日线上看得见 在周线上就完全看不见 但是另外在周线上都看得见 那么看不见的那一个肯定跟其他几个不是同级别的 这是我第一句话 你记住 第二句话就是 如果都看得见 比如在周线上几个峰都看得见 他们也不一定是同级别的 能不能理解 这两句话不矛盾的啊 这两句话不矛盾 我再说一遍 如果在某一个级别里面 看得见 同时看得见 比如日线上在这个级别里面 看得见五个峰 到了更高的级别 其中就消失掉了一个峰 那么这个峰肯定跟另外四个不是同一个级别的 这是第一句话 第二句是 剩下能看得见的 就是升高一个级别 剩下能看得见的四个峰 也不一定是同一级别的 能不能理解我这两句话 能不能理解 就是他就是说你用级别的方法是做排除法 他不能做肯定 他是做排除法 就是刚才这个二号峰肯定跟这个峰 一号峰三号峰不是一个级别的 但是一号峰跟三号峰是不是一个级别的 还不一定 能不能理解我这句话 是都不理解吗 没有几个人能理解 理解吧 能理解啊 能理解 没能理解的话 你们把这句话重新听几遍 重新听几遍 这两句话就两句话啊 所以我是我刚才用周期的方法 我是帮你们提供了一个额外的叫排除法 就是我不知道 一和三 一二三是不是同级别 但我能够排除掉一个选项 就是一肯 就是二肯定和一三 不是一个级别的 我把二给排除了 至于一和三是不是一个级别的 我要用我们之前学过的 从三个角度 一个是幅度 一个是时间 一个是结构 三个角度 去综合判定一和三是不是同级别的 但我肯定能够通过周期变换的方法 能够判断出二肯定和一三不是一个级别的 能理解吧 我刚才说的是一个排除法 是一个排除法 好 只有增加了一个点 增加了 大家跟大家增加了一个手段 风骨的级别 刚才说到风骨的级别 就是说一个周线级别上能看得见的一个风 这个压力位就会比较重要 比如说刚才的这个 还是以刚才这个归铁为例 那么在这个里面 因为这个是一个周线级别的风 我刚才给你们展示了 这是一个周线级别的风 对吧 这也暂时也是一个周线级别的风 那么这两个风的压制作用 压制作用会比这个风来的重要 这是一号风 这是三号风 这是二号风 二号风是一个日线级别的风 那么一三的压制力会比二号压制力要强一些 我说的是这个意思 就是一和三是周线级别的风 二号是日级别的风 所以它的压制力会弱一些 在其后提供的压力会轻一些 能理解吗 这是我想表达的底个观点 好 第二个呢就是共振次数 共振次数就是说 行情在同一个位置 它反复受压制 出现多次风 那么那个位置会被加强 那个压力会被加强 比如说 我们随便找个图看一下 好 比如说这个吧 还是个问题吧 就这个问题 不要不要翻了 比如说 这个风 比如说这个8100这个风 这个风 风表示 这风都是比较压力 对吧 好 价格到这里来的时候 又形成一个风 那么这两个风 在同一个价位 在同一个价位 同一个价位 包括这个地方还有一个风 这是一个小风 看到没有 这个风 像这样 它价格是这样下来上去 这是一个风 那么这个风也在同一个价位 也在同一个价位 那么这三个风 在一个价位 那么它会加强 它会对这个压力位 进行一个加强效应 所以这叫共振次数 就在同一个价格 有多个风 那么这个压力位 就会比较 变得更加的重要 这个压力位 就会变得更加的重要 因为它碰了一次 两次 三次 对吧 就会变得更加的重要 是这个意思 再看一下 有没有其他的 随便点一下 找一下 比如说 这个待会再说吧 待会再说 我们现在说的是风骨 现在说的是风骨 理解了 这个比较简单 我们就不啰嗦了 我看一下一个 我看举个例子 这个是我做的一个空单 这个空单哪里做呢 在这个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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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实际上 你看起来就是一个双顶 对吧 它是这样 上去 然后跌下来 然后再上去 再跌下来 对吧 双顶的一个结构 我们都知道 这个双顶的结构 是一个形态 对吧 那其实你 你不要记这些东西 我今天还 他今天还在跟一个学员讲 你在学习的时候 你一定要抓住关键 你抓住关键之后 你把其他的 气质末节全部砍掉 不要 不要学 不要理解 就像我之前 我给你们讲说 你记得我们有一个PPT 讲的是趋势与形态 对不对 趋势与形态 其实你把趋势的 同级别风骨 就趋势的定义 搞清楚了 趋势这个形态 都是不用学的 形态是很简单的 你自己推 你推得出来 对吧 你不妨自己去推一推 自己去琢磨 琢磨一下 或者形成自己很独特的一些见解 知道吧 我们一定要推推推推 推到最原始的位置 推到最底层 往下沉往下沉往下沉 沉到最底层 把上面那些细致末节 由别人创造的各种各样的东西 全部不要 你自己推到最底层 自己去组建 自己推 你会得到很多 不一样的东西 知道吧 所以我不太喜欢 讲一些就是 我认为 我认为书上有的一些东西 我都不太愿意去讲 这个地方 注意 这个地方做的是一个 比如说这样啊 这样双顶啊 我问大家 双顶在这个位置 在这个位置能不能空 能不能做空 这个位置 双顶这个形态 是不是要 能不能告诉 有没有告诉我们 在这边做空 双顶这个形态 来有谁 有谁知道 有谁读书多 来告诉我 双顶的这个结构 能在这个位置做空吗 能不能 都说一说嘛 都说一说 因为你在这里做空 你说如果是这样呢 你在这里做空吗 万一涨上去呢 因为涨到这个 到这个点上 它是不是有两个方向 在这个点上 还有一个可能是往上 一个可能是往下 对吧 你怎么知道它要双顶呢 你怎么知道 它不会这样直接上去呢 所以通常而言 通常而言 你看书就会告诉你说 这个位置不能 不能做空 是这样说吧 这就是误导 你知道吧 书上怎么告诉你 怎么做 书上告诉你 双顶要怎么做 双顶要这样做 在哪里做 在这个破颈线的时候 在这个位置做空的 双顶是这样做 书上会告诉你在这个位置 做空的对不对 告诉你这样做 错的 这样做错的 这样做你几乎挣不到钱的 这样做很难挣钱 知道吧 有人说看前一个顶的结构 做参考 有人说这个地方能做空 来 能做那你怎么区分 它是要走一 走上还是二 走下呢 你怎么知道 这玩意儿一定要下呢 那你这做空 你凭什么做空呢 随便吧 你凭什么做空呢 这个地方 我虽然这个课程 我不能我不能讲清楚 价格行为 但是我告诉你 要看这个位置的价格行为 要看这个位置的价格行为 对不对 不是所有的双顶都能在这里做空 不是预测的顶部 不是预测 要在这个位置看到有价格反应 我告诉你 我现在手头啊 因为我在工作室讲 跟我手头没有那本书 我以前讲这个基础课的时候 有一本书 我就会跟你念 谁写的呢 利福摩尔写的 他做了一个经典战役 一个经典战役 他就是在这个位置 就是在这个位置 教你怎么去做拐点 怎么去 就是什么情形下可以做空 在这个位置 什么情形下可以做空 他在这个位置 有三种 有三种 价格行为 有三种路线 都是可以做空的 这个位置要看价格行为 所以你说一看 现在我提出来一个重要的概念 这就属于我今天刚才刚开始跟你们讲的 我不能深入讲 但我要跟你指出你要研究的方向 你要研究的方向 这不是我发明的 这是一百年前利福摩尔就懂了 开始研究价格行为 开始研究价格行为 那比如说 我虽然不能跟你们详细讲价格行为 价格行为大概要讲十个小时 就价格行为这个内容太多了 那我在这里告诉你 这个双顶该怎么做 双顶在这个位置的时候 我直接说结论 直接说结论 在这个位置 在这个双顶我重新化 比如说这个地方是四十块 这个地方是四十块 当它到四十的时候 它那价格从这里一路上来 到四十的时候 到四十立马就被 立马就往下走 立马往下走 注意啊 从四十立马往下走 走到四十二或者四十三 就可以做空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价格从这里突破到四十一 立马回来 到四十三 这是第二种 第三个是价格涨到了 没到四十 到三十八 三十九 就回来 又涨到四十三 这三种情形 这是利福摩尔说的 利福摩尔说的 利福摩尔说 这三种情形可以做 如果这种情形就不能做 就不能做空 就是这样 先直接杀到 比如说从从这个四十 破四十 杀到了四十五 假如说四十五 然后回到 我刚才说错了 刚才有几个数字说错了 没关系 你们懂就可以 这个回到三十 比如说三十五 三十六 回到三十六 这种杀过了 杀到四十五了 比如杀 杀得很深 杀得很高 再回来 这个位置不能做空了 这个位置不能做空了 我重新给你们画一下 就是 SHI 为什么是四十三 是因为我举了一个例子 可以是四十二 可以是四十一 我只是给你举一个例子 懂得 比如说价格这样上来 价格到这 这个地方是一个顶 我不给你们举数字 我怕你们又把你们说 为什么是四十三 不是四十五 为什么是四十六 不是四十二 因为你 因为你想一葫芦画瓢 但是这个画不了 我只是告诉你这个意思 这个含义 知道吧 那我就干脆不说数字 利福摩尔的意思就是说 你这里打到这里来 立马下来 可以做 可以空 你如果没到 第二种情形就是 没到这个顶 到这里来 立马下 可以做 你如果杀穿一点点 再下来 也可以做 你如果只有唯一一种 就是不能做 不能做空 不能尝试做空的 就是这样杀过去 杀到很高 再回来 最终 就是这个绿色这一段 是不能做的 绿色这一段 是不能做空的 它在这个位置 你注意看 我现在你们不要 你们千万不要说 我讲什么 你就学什么 你要知道 我讲这个东西的目的 我现在不是在教你们 你注意 我现在不是在教你们 怎么做双顶 我现在是在教你们 要重视价格行为 你们要在价格行为上 多下功夫去前进 我现在只是举一个 简单的例子 能不能理解 我不是在教你 怎么做双顶 知道吧 我只是告诉你们 一百年前 利福摩尔在这个节点上 在这个位置上面 他做了四种假设 就是如果价格这样搞 这样我就这样做 如果那样搞 我就那样过 如果按A搞 我就按A做 如果按B搞 我就按B做 能不能理解 如果价格突破了多少多少 我就不做 我就不能做 你看他在干什么 他在研究 关键位置的价格行为 关键位置的价格行为 能不能理解 能不能理解 研究 一定要知道逻辑 我们这个课 很难跟你讲具体的内容 你知不知道 双顶的做空胜率多少 不是胜率 你还没搞懂 不是胜率 不是做空胜率的问题 就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表达 双顶大部分都不能做 做的都是胜率高的 就这么简单 双顶是要要满足 要满足我要的条件才能做 知道吧 要满足我要条件才能做 能不能理解 就是我跟你举个例子 比如说郭 这位姓郭的这位同志 我跟你说 你刚才这个问题 就是双顶做空胜率多少 你这个问题有点像说 和漂亮女孩表白的成功率有多少 你觉得这个问题有答案吗 和漂亮女孩表白的成功率有多少 你觉得有答案吗 没有答案 不可能有答案 能不能理解 但是如果我加几个条件 可能就有答案了 可能就有答案了 比如说和经济条件比我差 长相比我差 地位比我低 是我的同事 我跟他关系很好的漂亮女孩 表白成功概率有多大 我加了很多限制条件 就加了很多情形 懂不懂 我加了很多情形 这就是情形 比如说这个情形我可以表白 这个情形我也可以表白 这个情形我也可以表白 这个情形我就不能表白 成功率就比较低 懂不懂 能不能理解 他现在研究的就是这些情形 就是你要满足哪些情形 才能去表白 成功率才高 而不是说和漂亮女孩 表白的成功率有多高 不能这么看 不必费心这个问题吗 真的吗 开来你们还是搞不懂 怎么讲呢 就是说 在这个位置 在这个位置能否开仓 能否做 他必须满足一些特定的情形 才可以 他不满足特定的情形 就不可以 但这个问题不重要吗 这个问题不用费心去研究吗 这个位置 难道你们做 你们做双顶就是直接 直接在这里空 直接空 不管三七二十一价格一到就空 你们是这样做吗 或者你们什么都不管 等它下来之后破颈线 再做空吗 你们是这样吗 你们觉得这个位置做好吗 或者不管三七二十就在这空 闭着眼睛空 只要这个方有压力 就做空 这样可以吗 我现在就是怕你们说 老师说了 这个地方形成了一个风 这个风有压力 所以价格涨到这来的时候 肯定不会被压下来 所以我在这里做空 因为有压力 所以能够压下来 这个逻辑对不对 因为这里有压力 所以这里能压下来 对不对 这个逻辑对不对 你们自己说 因为这里有压力 所以这里能压下来 对不对 有压力就会来压下来 是这样吗 有压力 就有压力 是不是意味就能压下来 是不是 不一定 对不对 不一定 不一定 那有压力 那有压力 再加什么条件 它就更有可能压下来呢 这个问题不值得研究吗 就是压力 条件一 是有压力 对吧 那有没有条件二呢 满足条件二 另外一个条件 它就能够压下来 这个不值得研究吗 是这样吧 那条件二 就是在这个压力 为有压力反应 有价格行为 有压力反应 有价格行为 好 能不能理解 就讲到这里 能理解就去理解 不能理解 就再努努力 好不好 就这样 第二个 哪里有阻力 密集成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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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理解 就是 下个上涨 然后行情这样 横着走 横着走 然后再涨上去 那么这一代 这一代本身 本身就是压力 或者支撑 它既是压力 也是支撑 如果价格在上面 那这里就是支撑 对吧 如果 如果是这样下跌 这个压力 就这样下来 那么这个价格 这个密集成交区 就变成了压力 这个密集成交区 就是支撑 能理解吧 好 那么 这个密集成交区 一般就是指盘整区 这个盘整区 它的盘整区间 越窄 就是这个压缩 我们知道盘整区 这个盘整区 有可能是宽松的 就是这样 它是这样盘整的 对吧 也有可能是 这样的 对吧 它很密 压得很紧 像种压得很紧的 那么压得越紧 这个密集成交区 压得越紧 它的压力 越集中 越大 越重要 这个是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是这个持续时间 就是这个 持续时间 越久 这个平台 或者这个密集成交区 它越 持续的时间越久 它的压力越大 然后是 在这一带 在这个密集成交区里面 成交量越大 成交量越大 持仓量越大 这个量包含了 成交量和持仓量 成交量 持仓量越大 那么它越重要 它的压力 或者它的阻力 越大 能理解 密集成交区的例子 很多 我们 简单看一个 简单看一个 这个是 因为这一段行情 是我做过的 我在 我在这个位置 做了一个多单 我给你们画一下 我在这个位置 做过一个 因为我交易都是直播的 学员是知道的 我在这个位置 做了一个多单 像这样做的 这个位置开仓 这个位置平仓 然后在这个位置 做了一个空单 是这样做要来的 这是我做的 我的一个 这是颜色改一下 这是一个空单 我用绿色表示 绿色箭头表示 这个空单 差不多是在这里走的 这个空单 这一波 这两个行情都是 我比较典型的波段手法 比较典型的波段手法 好 这个里面 有两个 叫密集成交区 最典型的是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就叫密集成交区 这个也叫密集成交区 这个也叫密集成交区 那他们就会提供支撑 比如说航行到这里来 航行到这里来的时候 它是在这里反弹的 没有在其他地方反弹 正好是在这个密集成交区 在这个密集成交区 在这个密集成交区的中心 中心位置提供支撑 让它这一波有反弹 那么这个密集成交区 本身就是一个支撑区 就是一个支撑区 说的是这个内容 能理解 好 再看一个 叫缺口 缺口啥意思呢 就跳空 比如航行这 航行这样子 这样子 比如说是盘整 现在盘整 突然跳空 高开 像这样收这样一个 我还是用红色线 给你们表示阳线 你们比较能够接受一些 用红色的盘整 然后高开 高开之后高走 收一个阳线 那么这个位置 就是一个缺口 对吧 一个缺口 那么在涨的过程中 它还有可能形成缺口 那么这个缺口 你们一共分成三种 三种不同类型 那么一般而言 像这种突破 刚开始突破的时候 出现了缺口 我们一般叫突破缺口 然后在中间出现了缺口 比如又跳空了一个 中间的缺口 我们一般叫持续缺口 然后如果在加速之后 加速之后 好像您这样 加速之后 形成了一个缺口 比如说这样 比如说这个地方 形成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阴线 那么这个缺口 这个缺口 一般我们称之为 叫衰竭缺口 衰竭缺口 这三类缺口 重要性不同 这三类缺口 比较重要性不同 叫阻力 阻力逐渐减弱 就是从上往下 阻力逐渐减弱 就是说这个地方 这个缺口提供的支撑 是最强劲的 换句话说 就是这个缺口 不应该被回补 这个突破缺口 不应该被回补 中继缺口 是有可能被回补的 是可能 这是可以 叫可以被回补 就是对于上涨趋势而言 这个中继缺口 是可以被回补的 这个突破缺口 是不能 就对于一个正常的上涨来言 它是不能被回补的 中继缺口 是可以被回补的 衰竭缺口 是必然被回补的 或者叫应该被回补的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 就是说 从支撑和阻力 从这个阻力的角度来说 也就是说 突破缺口 它的支撑效力是最强的 它不回补 然后往上依次下降 它的阻力效应 依次下降 就这个意思 所以突破缺口的阻力 是最强大的 突破缺口的阻力 是最强大的 然后看一个 看这个图 这个图是一个白银的 那么前面 像这段行情 前面有很长时间的一个盘整 一个盘整 然后突破 这个位置的这个缺口 这是第一个缺口 这个缺口叫突破缺口 这个缺口一般是不回补的 它的支撑效率是最强的 支撑效率是最强的 其后又出现了缺口 看到没有 这些缺口是可以被回补的 中继缺口 它是可以被回补的 然后另外一个我提醒一下 因为很多人一学就学僵了 这三个缺口 不是在行 一段行情里面必然出现 没有说必然出现 没有说必然出现 我们主要学的是什么 我们主要记住的就是 突破缺口是最重要的 一般是不回补的 支撑效率是最大的 你记住这个就可以了 好比说这个位置 好比说这个位置 就是 我给你们再画一下 这个位置有一个缺口 这样不行 盖住了 这个缺口 以及这个缺口 这两个缺口都属于突破缺口 这是突破吧 这是这是一个平台突破 对吧 这是一个突破 那么这个也是一个突破 所以这两个缺口是最重要的 它的支撑和压力是最重要的 这个有什么用 那你们告诉我 你们说说这个 知道这个有什么用 从做交易的角度来讲 知道这个有什么用 评论区打一下 我也正好休息一下 免得我一个人在啪啪啪 讲半天 知道这个有什么用 这个这个支撑很强劲 一般是不回补的 有什么用 有人说 止损 设止损 底线 判断支撑压力 不回补吧 可以确认下一个支撑 你 你确认 你确认支撑干嘛 你们判断支撑和压力 是为了干嘛 别别别 别学着学着忘了 我们现在干嘛 我们现在是要干嘛 确认支撑压力 是为了干嘛 如果这个缺口 假如说我知道 这个缺口是不回补的 这个缺口是不回补 这个阳线这样走起来 这个阳线这样走起来 我在这个位置 比如说我在这个阳线上 去开仓开多单 我止损是不是可以 有依据了 我止损可不可以 设在这儿 可不可以啊 比如说一高开 然后我把止损设在这里 有没有道理 我问大家有没有道理 我把止损设在这里 有没有道理 这个作为我底线 可以吗 就变得有道理 是这样吧 因为价格不回补嘛 这个支撑很强劲嘛 价格不回补嘛 那如果回补呢 如果回补说明我换的错了 我就走掉止损 对不对 一般是不回补 那我就把止损放在这里 就合理了 对不对 如果这个呢 这个低开一个大缺口 我在这里做空单 然后我止损就以这个位置做止损 有没有道理 那我还 我的判断还是说 突破缺口一般不回补 好了 我就说这个帮做止损 对吧 这就是我讲这个 讲现在这个 我都把这个讲半天 我想告诉你们的呀 能不能理解 好 我相信你们都理解了啊 好的 下一个 黄金分割和50% 重要重要的 这个阻力 是指这个东西啊 价格涨上来 然后跌 这个中间没有任何风和股 就是没有风和股 那么在哪个位置最有可能止跌 就这个问题 在哪个位置最有可能止跌的问题 因为对于一个上涨趋势而言 如果它真的是一个上涨趋势 这个上涨趋势不是我们 不是我们说我们未卜先知 知道它还要上涨 不是的 是我们假定现在是一个上涨趋势 比如前面这样搂起来 我这样画吧 我这样画 你们可能更加能够理解一下 我再重新画一下啊 比如说航行这样 好 那这个下跌 最有可能哪个位置 是不是这个问题 这个这个风太远了 这个风太远了 那还有没有依据判断一个支撑呢 是这个问题 对吧 还有没有问题 判断一个支撑 对吧 那么这个支撑 这个支撑 一个叫38.2这个位置 38.2就是说 这一段上涨 像这样 跌 跌38.2 差不多是我现在画的这个位置 就是三分之一 这个上涨的下来三分之一 多一点点的位置 三分之一多一点点的位置 差不多就是这个位置啊 这个位置容易有支撑 就是这个位置啊 38.2就是这个位置 38.2啊 容易有支撑 再就是50% 就两个位置 再就是50% 这两个位置 一个是这个位置 一个是这个位置 容易有支撑 不是61.8啊 38.2 就是这个地方下来 38.2 从这个位置下跌 下跌 38.2 能理解吗 这个有什么道理没有 38.2属于黄金分割 38.2 属于黄金分割位 黄金分割位 黄金分割 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 黄金分割 没有什么道理可讲 黄金分割在自然界 无处不在 很多 包括人体最漂亮的比例 也是遵循黄金分割 比如说 我们说一个 一个女孩子的身材 好不好 对吧 那从她的肚脐眼 这个位置做分割 那么正好肚脐眼的位置 就是在整体身材里面的38.2%的这个位置 那么就是最佳的 就上面占38.2% 下面占61.8% 对吧 你看就是大长腿 肯定很漂亮 对吧 黄金分割 在大自然中也有很多黄金分割 比如说一些 比如说一些植物 它长的那个 那个那个转圈圈的那个比例 他就是遵循黄金分割的 那黄金分割为什么那么重要呢 因为黄金分割 第一 我们用的人多 用的人非常多 认可的人非常多 第二个 黄金分割是一种本能 是一种非常奇怪的本能 比如说 比如说 黄金分割到底是怎么回事 比如说 我经常举这个例子 比如说你家里有一张桌子 有一张桌子 这是你们家的一张桌子 你现在有一盆花 我相信女孩子最懂这个 你现在有一盆花 你要放在这个桌子上 放在哪里最漂亮 最好看 是放在这里吗 放在这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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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放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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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金分割从这里往下画 从这里往下画 我上面打了很多点 对不对 你这一盆花放在哪里最漂亮 就放在黄金分割位 就是在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你又一盆花 放在这个位置就最漂亮 一个空空荡荡的一个桌子 你上面要放盆花 或者放一个什么装饰品 你放在黄金分割的位置 看起来最协调 最具有美感 那么这个位置也是黄金分割 这是黄金分割 那么这个位置就是38.2% 就是说你这样一区分 那么这一段是61.8% 这一段是38.2% 是这个意思 好吧 理解就可以 这个很简单 没有什么好说的 所以我们在 我们在找阻力和支撑的时候 你要注意这两个位置 可能会支撑住哦 可能会支撑住 知道吧 50%也很重要 50%也很重要 好 我们还是 给大家看个例子 还是刚才那个白银 还是这个白银 我打开那个图吧 嗯 就这一段吧 黄金分割是这个工具啊 黄金啊 有一个朋友是黄金分割算不算大家公认的 生命在运动说 所以都愿意遵守 所以回撤都向这里靠拢 有这样的 有这样的原因 啊 有这样的原因 具体 当然你要往深的去挖掘 还有更深的道理在里面 但是你说的这个本身也没有错 是对的啊 啊 因为用的多 因为用的多 它的有效性反而会被加强 好 这个位置从这里开始 像这样 从上往下拉啊 从从上面往下面拉啊 从这个起点 从这个高点 从这个K线开始 到这个K线的顶点 你注意看 这个位置 就是这一波上涨 开始调整 对吧 给你们画一下啊 从这个位置开始上涨 上到这里来 那接下来开始调整 开始跌对不对 开始跌 它最低价 跌到哪 最有可能打住 或者有支撑 你注意看它跌到哪 这个位置对不对 最低价 你算这个位置是多少 这个位置是多少 百分之三十八点二 五四六五 零点三八二 看到没有 零点三八二 有这一波 是严格遵守黄金分割 在进行调整 严格遵守黄金分割 再进行调整 是这样吧 说是这个 好 但是这样的案例很多了 你们自己去玩 你们自己去玩 这是一个常见情形 走黄金分割的比例 是一件 是一种非常非常常见的情形 好 好 第一个第四个 这应该是第四个 还是第五个 趋势线 趋势线也会提供一定的支撑和压力 一定的支撑和压力 就比如说趋势线什么东西呢 趋势线就是 我先给你们找一个 我随便的图里面找一个 比如说 比如说不锈钢 比如说不锈钢 好 这个里面 好 现在我画的 现在我画的 就是不锈钢这个品种的趋势线 就是不锈钢这个品种趋势线 你们一看这个趋势线 它是 如果对于一个下跌趋势而言 就是连接它的高点 就是锋 我们说过下跌趋势 我们下跌趋势怎么定义呢 就是锋额骨一次下移 一次下降 并且锋的一次下降更为重要 所以我们连锋这一边 我们连锋这一边 就叫趋势线 比如说这个地方 是连接的对吧 这是连接的对吧 这是连接的对吧 那么有三次 我们感觉是这样子 好 那么 有的人说下面这一条算什么呢 比如说我这样 我也可以连接一条出来 下面这一条叫什么呢 你们说下面这条叫什么 上面这条一这条二这一条 一这条是不是叫趋势线是吧 下面这一条呢 下面这一条叫通道线 下面这一条叫通道线 因为你连接锋嘛 就是说你这个锋一次下降 你看我这个箭头就是往下的嘛 你连接同级别的锋 那么你连往下走 它就一定是一个 这个锋就一次下移嘛 然后你接锋 锋它也是一次下移的 因为趋势就是这样定义的嘛 所以它就一直这样下移 其中我们把锋在下跌的过程中 我们把锋这一条 上面这一条叫趋势线 对吧 那就说明我们之前对趋势的定义里面 为什么要强调锋的一次下起 更为重要对于对于下跌趋势而言 对吧 那么趋势线也认同了这个规 这个规则 它连的是峰 对不对 那么这个就叫趋势线 好 这个趋势线 这个趋势线 什么叫重要 什么叫不重要 因为趋势线也有重要和不重要之分 就是有些趋势线就是很重要的趋势线 有些趋势线看起来就不是那么重要 那么这个重要性 在我的PPT面 我跟大家讲 一个是有效的时间 就这个趋势线看来没有任何 现在一直 现在还是有效的 它没有被 它没有被这样 这样突破 然后再这样下跌 对吧 它没有这样 比如这样涨上去再下跌 那么 那么这个趋势线就变得无效了 是这样吧 那么现在 暂时到现在为止 这个趋势线一直有效的 它有效的时间是多久呢 从2022年的4月19号到今天 依然是有效的 对不对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看起来 它是有四个月 它的有效时间是四个月 持续的时间 那么是比较长 对吧 这就是时间 看来有效的时间 有多长 第二个是看触碰的次数 触碰的次数 比如说这是一次 两次 三次 对吧 这三次 这三次 我现在为什么会连接这三个呢 因为这三个 这一二三 这三个峰 它就是这一段下跌里面的 同级别的峰 就是我现在连的这个一二三 我为什么连这三个 因为这三个 它就是同级别的峰 这里有三个 对吧 那如果有四个五个呢 那么就更重要 如果有第四个第五个 它就变得更重要 所以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就是这个 有效时间 触碰次数 还有一个角度合理 角度合理 什么叫角度合理呢 比方说 比方说行情 现在 这样涨 现在行情是这样的 行情是这样的 现在你在这个图里面 你画了一个趋势线 你的趋势线大体是这样的 你趋势线大体是这样的 好 我能让你这个趋势线 这个趋势线 好不好 对不对 或者正确的概率高不高 有没有可能画错了 或者正确的 这个正确的可能性大不大 你们觉得 我这个我现在画这条趋势线 也看起来也是连接股啊 看起来也没什么问题啊 或者我再用一个表达 就是这个趋势线 看起来后期会不会进行调整 后期会不会进行调整 你们觉得 先说你们的感觉 我先考考你们的感觉 不要说出道理 你说出感觉就可以 这个趋势线 会不会很快就进行调整 就是这个趋势线 能不能持续很长时间 它能不能正确很长时间 它能不能有效很长时间 比如说后期行情这样走 后期行情这样走 比如说 行情这样走 这个角度啊 这个角 这个趋势线啊 你如果你好 你走到这里来 你就画成这条趋势线 然后后期根据这条趋势线去操作 那你的思路就错了 这个趋势线 一看角度就是太陡峭了 这个趋势线 它很难 有效很长时间 它的角度是一个不可持续运行的角度 它不可持续运行的角度 怎么理解 那么好 我再画一条趋势线 比如这条趋势线走完之后 这条趋势走完之后 我发现这个趋势线不对 我要修正它 我这样修正 我画了第二条趋势线 一个红的 一个绿的 你们觉得第二条趋势线 比第一条趋势线 是它有效的时间会更久 还是更短 是更久一些 是不是这样 更久一些 就是第二条趋势线的角度 是一个看起来更容易持续的角度 是这样吧 更容易持续的角度 那么其实第二条趋势线 也还抖了一点点 如果这个趋势线的角度 如果再平缓一点 它会更加的好一些 比如说像这样子 像这样子 如果这个趋势线最后 它开始变成这样的 第三条趋势线 显得更加的沉稳 显得走得更加的久 有效的时间更久 因为有效的时间 当然是有意义的 如果你找了一条趋势线 你千辛万苦找了一下趋势线 结果三五天之后就没效了 或者一个月 也半个月之后就没有 没有效果了 那没有意义啊 你找那趋势线要持续很久才行的 对不对 好 我看一下有没有这样的案例 我给你们看一下 好 比如说 比如说这个趋势线 就这个 不就刚刚这个趋势线 这个趋势线角度合不合理 这个角度看起来能不能持续 是能是一种能持续很久 还是不能持续很久的 这个趋势线的角度 比如说45度最好 45度或者40度 40到45度是最好的 就看起来是40到45度是最好的 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样 从这个位置啊 我画一个直角啊 就这个度数啊 这个度数40度 到45度 是最好的 如果你千辛万苦 你画了一下趋势线 它的角度是不对的 角度比这个明显小很多 比如说30度以内 小很多 或者是45度以上 甚至50度60度了 那都是不可持续的 那就很可能说明你画错了 很可能说明你找的角度不对 你的趋势线画的不对 知道吧 所以角度要合理 好 比如说我再给你画一个 比如说这个 那比如说这个吧 这个角度 这个角度你觉得多少度 这个角度 这个角度就在45度 到48度之间 这个角度 可以还行 反正45度左右还行 对吧 还行 好 我再给你们找一个 比如说 比如说热卷 假如说你画一个趋势线 你说这个趋势线 这个趋势线角度好不好 对不对 这个趋势线 合不合理 这个趋势线 再画一个 比如说 比如说这个趋势线 这个趋势线 这个你说认为 这个是个上涨趋势 所以做一个上涨趋势操作 这个趋势线角度合不合理 你先别管 这个地方会不会涨 我不要你们搞这个问题 我就问你 这个角度合不合理 这个角度 认为这是个上涨趋势的 这个角度合不合理 我看你们有没有感觉 这个是不是太平缓了 这个就属于太平缓了 知道吧 太平缓了 这个可能只有30度 平缓了 再比如说 再比如说 归铁 比如说你这样画个趋势线 连接这两个点 所以这是个上涨趋势 这个角度是不是小了 这个角度就小了 你看我这样画一个垂直的角 这个角度就小了 不平缓 这个不合理 就是不对头 知道吧 不对头 好 再比如说 你在 你在这里 你在这里画一个趋势线 比如说 你在这里画一个趋势线 你说这个趋势线是这样的 你说这个趋势线 对不对 这个趋势线 对不对 这个趋势线就太陡了 角度不合理的 你注意看 如果我看 这个角度 这个角度是不是有60度了 这个角度太陡了 它很难持续的 那我换一个 比如说这个角度变成这样 这个合不合理 这个角度能不能持续很久 这个角度的下跌 能不能持续 趋势线这个角度 这就可以 你注意看这个角度 比如我这样 你看 这个是不是就45度 40度到45度之间 是这样吧 40度到45度之间 但是这个角度就太逗了 是这样吧 能理解吗 好 所以我们在判断趋势线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 我们要注意 一个是有效时间 一个是触碰次数 一个是角度合理 一个是角度合理 好 这里我要 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 就是 这个线怎么画呀 我刚才说 不管是风也好 谷也好 还是趋势线也好 怎么画 是连接 是连接哪个点 是连接最高价 最低价 还是实体 有没有这样的问题 有过这样的问题 跟我扣一个 扣一个有吧 有过这样的问题 扣一个有 我看有多少人在直播间 看有没有这样的问题 这个问题我碰到太多了 我就算在带学员 正式学员 也经常会提到这样的问题 说老师趋势线我不会画 太难了 趋势线啊 你看我刚才发趋势线的时候 你怎么样找更精准的趋势线 怎么样去找到更精准的趋势线 有这样的问题 好 这个问题该怎么看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 比如说 比如说这个上涨啊 这个上涨 这个趋势线该怎么画 你说 平时我们看 那我画几条趋势线啊 我用射线的方式吧 比如说我连接这个点这个点 我连接这个点 这个点 我连接这个点加这个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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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里画了好多 我画了五根 你们觉得哪一个是对的 标准是什么 标准是什么 连接实体还是引线 我这有的是引线 对吧 有的是实体 包括我刚才做的这个 我刚才画的这个 独锈钢 我也是 等一下啊 我先回到独锈钢 我把这个放在这儿啊 先放在这儿 比如说独锈钢 你注意看 你注意看我的连接 有人说实体比较好 有人说引线比较好 我这里接的是引线 对不对 我这里接的是引线 我这里接的是实体 对不对 我这里接的是什么 也是引线 对不对 那为什么有的接引线 有的接实体呢 为什么 因为 不管是引线 就是这个风 我们先搞清楚 这个风 这个风 它的压力 它不是一个价格 它是一个区域 就是这样 我甚至有时候连接的是 既不是实体 也不是引线 我就连在这个中间 有可能的 那么是因为什么呢 是因为这个风啊 这个风的压力啊 它实际上是这样一个区域 就是这个 从最高价 到这个实体的一个区域 就都是压力 依此类推 这下面的也都是这样 引线到实体这个区域 这个实体到这个 引线这个区域 这个区域都是的 就我现在画的这个区域 都叫压力 都是风 都是风的压力区 那么我们的趋势键的目的是要将 这些压力区通通给连起来 连接越多的压力区越好 连接越多的压力区越好 那就简单了 对吧 那事情就变简单了 比如说 好 这个就放在这 我们再画另外一个 比如说 我要用这个方法来 来找到这个支撑位 我把这些线都去掉 好 我把这些线都去掉 你注意看 这段上涨 我如果要连接一个支撑线 首先我要 首先我要搞清楚 就是这个地方是由 这一段到这个位置 这都叫支撑 这是一个区域 那你看 档花何昌就问到这个问题 说画趋势线是以最高点为准吗 我现在就讲这个 我现在就讲 画趋势线 你跟着我的思路走 好不好 不要僵化 这个是一个骨 是一个支撑 那是从最低点到这个实体的范围 都是支撑 这个也是的 从这个最低点 到这个实体的范围 都是支撑 这个也是从这个最低点 从这个实体到这个最低点范围 为支撑 这个也是从低点 这个实体跟引线是一样的 那么 现在我画了不是四个点 是四个区域 用同样的标准 四个区域 那么现在 这样的区域当然还有很多 我要画一个趋势线 将我认为的同级别的骨 这有 就我肉眼一看 我大概认为有四个 对吧 是同级别的骨 我要把它连起来 对吧 那事情就变得比较 比如说 这样子 我要把它连起来 注意看 这里面 有几个是不能动的 你发现没有 只有这一个是能动的 因为这里一个范围是比较宽的 对不对 范围是比较宽的 那这个时候我就会拖动它 把这条线拖动 让更多的线能够打到这个线上来 比如说 这个时候我来拖动的时候 我就会这样 好 这个时候如果是我画趋势线 我就会这么去画这条趋势线 我就会这么去画这条趋势线 好我放大 我就会这么去画这条趋势线 因为在我眼里 这根趋势线 它连接了几个点 它连接了 它连接了这个低点 因为这是个双底 这是个双底 对吧 它连接了这个低点 它连接了这个低点 因为这个低点 这个低点 它是可以调的 就这个位置是可以调的 可以上下拖动的 那么我在这里选择了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可能既不是最低点 也不是实体 就是中间的某个位置 那么这是一个最低点 那这条趋势线就是这个 这条趋势线就是这个 好再画一个 我们再找一个 再找一个案例 我们来我们来画一下 好比如说最新的这个 最新的这个 我们要画这一段下跌的趋势线 我们要画这段下跌的趋势线 怎么画 这一段下跌的趋势线 有两种 比如说 它第一条趋势线 是这样子 好你注意看 这个位置我当然是要进行调整的 这个趋势线 是要进行调整的 调整的目的 目标 是让更多的点 能够落到这根线上来 能更多的区域 更多的压力区 能够落到这根线上来 是这样 那么如果 如果我要画趋势线 我就会进行这样调整 我让更多的点 能够落到这个上面来 那么有两个点 有两个点就可以了 趋势线就可以出来了 对吧 那么趋势线 可不可以调整 趋势线是可以调整的 趋势线的角度 也是可以调整的 它是进行变化的 加速之后 航行加速之后 我画了第二根趋势线 我就要这样去连 好 第二根趋势线就是这样的 就要让什么呢 目标就是让 这个点 跟这一些点 尽量能够接触上 这个点 这个点 这三个点能够接触上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下跌趋势 这个下跌趋势 发生改变 注意是改变 不一定是上涨 趋势线的破坏 不等于上涨趋势 就是趋势线被破坏掉 不等于回形成上涨趋势 但是它等于 原来的趋势线 被破坏掉了 就是说 这个节奏 下行的这个节奏 被破坏掉了 那真正标志性的 K线是这个K线 这个K线 从这个K线开始 行情就不再是一个 完整的下行结构了 就已经破坏掉了 是这个意思 好 再回到这个不锈钢 这个不锈钢相对来说 它的趋势线 画起来是比较简单的 比较简单的 主要是把这三个 同级别的峰 能够连起来 能够连起来 因为这条 这个峰 只有这里面 有这个两个峰 是不能活动的 它的活动空间很小 只有这个位置 活动空间比较大 所以它是可以缩动的 它的角度是可以变化的 来让它找到 一个更合适的 一个 一个 一个峰 一个峰的区域 因为这个压力 不是一个压力位 你们要习惯 压力位是一个通俗说法 它本质上是一个压力区 本质上是一个压力区 你看你们还没搞清楚 是接引线 还是接实体 还在问这个问题吗 能搞清楚吗 我说清楚没有 不是接引线 也不是接实体 是 接这个区域 把这个区域能接上就可以了 清楚没有 清楚没有 直接区域 清楚没有 是接区域 是接压力区 这个区域类都可以 你不要纠结是引线 还是实体这个问题 知道吧 不要纠结引线 还是实体 连引线 连实体 或者连引线和实体 中间任何一个价格都可以 连这个位置 中间任何一个价格都可以的 这个区域里面 任何都可以的 知道吧 那目标是让 整个压力区 就是主要的 同级别的压力区 都被你连上 这是主要目标 而不是说非要选一个 统一说是实体 或者是这个引线 或者是最高点 不是这个意思 知道吧 如果没清楚 回头听回放 再听几次就知道了 好 然后是形态目标位 第六个 第六个 阻力的位置 是形态目标位 目标位当然也会提供一些 一些相对于是阻力吧 比如说 这个啥意思呢 比如说我们知道啊 头肩顶 像这样 如果这个颈线这样破掉啊 这样跌下来 跌到哪个地方 跌到哪个地方 会支撑住 或者说跌到哪个地方 是我们的目标位 就是这一波下跌 如果做空单 哪个地方我要止盈 说白了就这个问题 对吧 那我要止盈的那个位置 就说明它是有支撑的吧 那么这个支撑 就来自于什么呢 来自于形态 本身目标位的推算 是这个意思啊 那比如说这个地方 这个头肩顶而言 是从这个顶 这个顶部啊 垂直的距离 像这样垂直下来 我换个颜色吧 像这样垂直下来 这个距离 这个红色的距离 把这个红色的线 从这里开始移下来 移到下来 一样长啊 这两个红色线要一样长 也就是说这个位置 是有支撑的 这个位置是有支撑的 能理解吗 好 这个位置有支撑的啊 这个简单 我就不说了啊 一个是级别 它的重要性判断标准 一个是级别 也就是说一个 一个日线级别的头肩顶 和一个30分钟线级别的头肩顶 它预测的那个目标位 那个支撑的效率 它是不一样的 日线级别更重要 说白了就是这个 所有的 你看我说的所有的 这个阻力 阻力的位置 比如说 丰合股 利级成交区 缺口 比例 以及趋势线 以及形态目标位 那么他们都是 第一个判断原则 就是级别 级别越大越好 级别越大 它越重要 然后就是共振 共振 就是说 共振这个原则 也是都是通用的 共振这个原则 也是通用的 比如说这个地方 头肩顶 头肩顶这样 目标位这样测算 这个地方有支撑 那如果这个地方 本身又有个密集成交区 比如说这样 比如说这个地方 又是个密集成交区 然后这个地方 又是个目标测算位置 像这样 像这样 目标测算位置在这 那这个位置 跟这个位置就是重叠的 就这个密集成交区 本身 本身就是支撑嘛 然后这个地方 又是一个目标测算的位置 也在这 那么 这个位置就 这个位置的支撑效率 就会非常的高 非常的高 好 我给你们看一下 我这里没这个电脑上 没有这个图 有这个图 我给你们可以展示一下 我做的是这个 我直接给你们打个看吧 当时的 我刚才准备想给你们找当时的这个持仓给你们看的 我在这里做过这样一笔交易 把这些线全部去掉 棉花 棉花做过一笔 不是棉花 棉杀 棉杀 简单说一下 好 这个位置 我在这个位置做过一个多单 就是 就是在这个位置 我在这个位置做过一个多单 在这个 在这个K线上做一个多单 这个多单其实是一个三角形整理 就是它这样 你认为是头肩底行也行 就是下面是一个形态 这个形态可以认为是一个三角形整理的一个状态 三角形整理的状态 那在这个三角形里面 三角形也有具有 就三角形的突破 它也具有目标预测的功能 怎么预测呢 就是这样 就是从这个高点 从这个高点 开始往下做一个垂直线 就到下面了 我画个大概 因为这个线没有画那么严谨 这个距离 大概从这个位置突破之后 是等于这个位置突破之后的距离 就说 这两根 这两根线 应该是一样长 就从这个地方往上突破 这个三角形往上突破之后 它的目标位 应该是在这一带 应该是在这一带 第二个 第二个 这一带是不是本身有压力啊 你注意看 这个22480 这个峰本身是有压力的 对不对 那么这个压力位 跟这个三角形突破的目标位 它是不是共振了呀 它就发生了共振 对不对 它正好是不是共振到这个位置来 所以这个单子最终 我在哪里 哪里进哪里出的呢 我最终是在这个位置进的 我在这个位置进的 听清楚啊 这个位置进的 我在这个位置出的 这是我全程展示的一笔交易 从这个位置进 从这个位置出 为什么从这个位置进 你们也知道了啊 这是一个三角形整理的一个突破 做进去 然后为什么在这里出呢 是因为我通过两种方法测算了一下最大的支撑和压力 在这个位置 最大的压力在这个位置 就在这个位置 不管是从目标位测算 在这个位置 从峰的角度 也在这个位置 所以这个位置压力很大 所以我选择在这个地方走掉 选择在这个地方走掉 能理解吗 好 总结一下 总结一下 就是 哪里有阻力呢 第一 峰和谷的位置 有阻力 对吧 然后第二个 密集成交区 有阻力 第三个 缺口 尤其是突破缺口 有阻力 第四个 黄金分割和50% 有阻力 黄金分割 一般是指38.2% 和50% 只用这两个比例 其他比例不用看 其他比例不重要 其他比例不重要 比如说68% 61.8 比如说25% 它不是那么重要 知道吧 你记住这两个就可以了 记住这两个 做这两个就可以了 第五个 趋势线 第六个 形态 目标位 好 谈到趋势线 我顺便提一嘴 因为我这里不讲趋势线 我们讲是阻力 趋势线本身提供支撑 或者压力是有的 那 谈到趋势线 我想 多补充一点 就是趋势线一般是不用来开仓的 趋势线是用来判断趋势的 趋势线的名字就已经说明 它是干嘛的 它只用 它只能判断方向 趋势线不用来判断开仓位置 趋势线不用来判断开仓位置 这个跟很多人云亦云的人 说的不一样 不一样 你自己去 你自己去斟酌 好不好 我只告诉你 不行 就好比说现在是一个 现在是一个上升趋势 然后它的趋势线 是假如是这一条 是这一条 我就画一条 这个绿色线是它上升趋势的趋势线 那么 我是不是讲过这个内容 如果你这样突破了 突破去做空 不行 这是第一个不行 不要说趋势线突破了就去做空 不是 趋势线突破不代表趋势的改变 我说过的 对吧 这是第一条 这是一个错误的认知 第二条 有人说 老师那我反弹之后 在这里再下的时候 我做空 可不可以 也不行 也不行 这个位置做空也很危险 或者说 这个位置做空 如果在这个位置做空 条件还不完整 要满足其他条件才可以 其他条件是什么条件 就是这个位置要判断 这个位置要判断 是不是拐点 我说过 这个位置要判断 是不是拐点 如果这个位置是拐点 这个位置 就是说 如果这个位置满足拐点时要件 这个位置才可以去做空单 如果这个位置 你看不出来 拐点特征 这个位置不能做空单 这个位置也不能做空单 好不好 因为这两个位置 这两个位置都不代表趋势的改变 都不代表趋势的改变 趋势的改变 是由这个点决定的 这个点有没有拐点特征 这个位置有没有拐点特征 有它决定的 不是由这个 走成这个样子 因为走成这个样子 走成这个样子 趋势没变化的 就算到这个位置来 趋势也没变化 也没有变化 我跟你说过的 这个峰跟这个峰 根本不在一个级别 所以你不能认为 要大的文章会这样去写 不行 我可以明确的讲 不行 不要这样去做 好吧 趋势线的唯一目的 因为我们趋势线有没有干嘛 趋势线是可以调整的 也就是说你这样 比如说你这样 行情这样走 这样走 然后形成一个双底 然后上去了 多不多 这样行情多不多 双底上去多不多 那么技术分析的脑油条 我就会说 这个时候我们趋势线 就要重新画一下了 比如说就这样画 趋势线 趋势线 这个趋势线没有效果之后 就叫趋势线失效之后 就再换一条趋势线 他们叫趋势线的 趋势线的调整 趋势线的调整 都对 对两个趋势线哪个对 这家趋势 两个趋势哪个对 一号 二号 哪个对 你告诉我哪个对 是一号对还是二号对 这条趋势线不一样啊 这条趋势不一样 知道吧 但他有共同点 他的共同点是什么 这两个趋势线的共同点是什么 不同 你们肯定看到 角度不同 共同点是什么 来回答我 这两个趋势线的共同点是什么 共同点是什么 都废着了吗 他们都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就是判断方向 他都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判断方向 趋势线就是用来判断趋势的 一判断的趋势是上升趋势 二判断的趋势也是上升趋势 他们的共同点就是他们的判断方向是一致的 你们说的很好 你们说的很好 他们都认为当前是上升趋势 对啊 对不对 他们都认为当前是上升趋势 趋势线就是干这个的 趋势线就是让你定出你交易的方向的 能理解吧 他都是容易用让你来定出交易的方向的 你该开多还是开空 知道吧 趋势线不能提供 注意趋势线不能提供在哪个位置开多还是开空 他不具备这样的功能 趋势线只能干一件事情 就是趋势的方向 就是提供趋势的方向 好比举个例子 比如说啊 比如说这个吧 这也有两条趋势线 你们觉得哪个对 这两条趋势线 一号和二号 这两条趋势线都对 都对 你包括我再画一条趋势线 这条趋势线 三号也对 那么都对 他们有一个 他们的角度不同 但是他们有一个东西是相同的 就是他们的方向相同 都是往下的 对不对 都是往下的 所以趋势线只能干这一件事情 知道吧 趋势线只能干这一件事情 你比如说 这是一个误区 为什么不厌其烦讲这个东西 为什么不厌其烦讲这个东西 国家说不是有趋势的定义吗 用趋势线 我可以明确的讲 我是不用趋势线的 我从来不在这个图像上去画什么线 画什么趋势线不需要 确实是不需要的 你看风和谷就够了 你看风和谷的排布就是下移的 就是下降趋势 你还要趋势线干嘛 对不对 如果你通过风和谷本身就能判断 趋势了 是不需要趋势线的 但是我们有很多小白 他他喜欢用趋势线 所以我跟你讲清楚 能不能理解 是这个意思啊 好 比如说 因为很多做交易的人 不懂的啊 做交易根本没 你知道 我扯远一点啊 你知道 在我们在这个这个 佛家修行的这个领域啊 如果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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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行者 他他得到之后 他一般会写一个 写一个叫叫得道师 就是悟道师 就这个悟道师交给自己的师傅 师傅一看就知道你有没有悟道 有没有真悟道 他是可以从你这个悟道师里面去看得出来的 对吧 所以在我而言 你写一篇文章关于交易的文章 你写出来 你一写出来 我就知道你交易行不行 因为这里面包含了你的认知 包含了你 包含了你对这个市场的认知 那么如果你认为趋势线 能够提供你具体的开仓点位 好了 你大概做交易是不行的 你大概率做交易是不行的 就这么简单 因为他不能提供这个东西 他不能提供这个东西 比如说 不是说 好比如说 你在这个阳线这里做多就是不行的 在这个阳线这里注意 在这个阳线这里做多就是不行的 因为你认为突破趋势线就是要涨不行 哪怕后来这样 涨上去跌到这里来 在这里也是不能做多的 行情这样涨上去跌到这里来也是不能做多的 能不能理解 好 这是关于阻力 接下来讲支撑和压力的转换 这个比较简单 这个比较简单 支撑比如说这是一个压力位 行情走到这里来 跌下来对吧 比如说行情这样子 这样子上来 然后就这样吧 比如说行情是这样 先是一个盘整对吧 然后行情破掉了 就直接上去了 这本身是一个压力位对吧 本身是一个压力位 那它一旦被突破掉之后 它一旦被突破掉之后 它就变成一个支撑位了 我用换一个颜色表示 它本来是压力位 这个时候就变成支撑位了 对吧 它接下来价格如果碰到这里来 如果碰到这里来 对它是有支撑作用的 对它是有支撑作用的 知道吧 这就变成一个支撑位了 这就是支撑跟压力的转换 这个转换注意 有两个东西的转换 我们的技术分析里面 书籍里面 你们只看书的话 你们只会看到这个东西的转换 性质 就是由压力变为 由压力变为支撑 或者由支撑变为压力 这个里面是由压力变为支撑 它是性质的转换 对吧 还有一个东西 书上一般都没有了 叫强度的转换 强度的转换 也就是说 这个前面这个压力 如果是一个强压力 它一旦被突破 这里就变成一个强支撑 它的强度是等同转换的 等同转换的 所以它是发生了 性质和强度的同时转换 这个强度一定要去理解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讲 哪里有支撑和压力 我们不仅要讲 哪里有支撑和压力 我们还要讲重要性 也就是强度 是强压力还是弱压力 怎么去判断 我都讲了 对吧 所以这个地方强度同时是转换的 那也就是说 如果这是一个强压力 这变成强支撑 那就变得很重要 对不对 如果这是个弱压力 变成一个弱支撑 这个地方就变得不是那么重要 对不对 好 比如说 这是我做的一个 骨指 做了一个骨指 当时做了五手 只剩两手 就减仓了 在上来的时候减仓了 那么这个地方就发生了一个 压力的一个转换 这个压力就是 这个前面是一个很长的一个区间 一个震荡平台 一个震荡平台 这样子下来 这样上去 那么这一代是一个压力位 你看这个K线 是一个压力位 然后破掉之后 再回来的时候 这变成一个支撑位了 对不对 这变成一个支撑位了 那么我这个单子就开在这个位置了 这个多单就开在这个位置了 那么这就是一个压力到支撑的一个转换 还是一句话 这个有支撑 这个地方有支撑 支不支撑得住 能不能上去 还要看价格行为 价格行为我刚讲过了 我没法深入讲 我只能告诉你们价格行为是研究什么东西 价格行为是研究什么的 就是在这个地方要有支撑反应 至于什么是支撑反应 我这里没法细讲 我只能告诉你 这个地方应该有支撑反应 它就支撑得住 它如果丝毫没有反应 这个地方支撑是支撑不住的 好 就这样 斗破 斗破这个单子 我之前给你们看过了 对吧 之前我们讲过的 我这个单子是自己做的 在这个位置开多 然后在这个位置锁仓 这是我做了一波多单 对吧 这个位置为什么开多 我在课上讲过了 第一节课 是第一节课吗 对是第一节第二节课吧 讲趋势的时候 这个是密集成交区对不对 这个叫密集成交区 这个叫密集成交区 密集成交区就是有支撑的 你注意看 密集成交区就是有支撑的 知道吧 密集成交区就是有支撑的 所以在这一代 在这一代 这个支撑 我看到了支撑反应 我看到了支撑反应 那么我在这个位置锁仓单 能理解啊 好 阻力的时间离散效应啊 这个说了有点唬人啊 看起来说了有点 好像还有点学术啊 其实很简单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啊 我直接找个图吧 我直接找个图吧 比如说 比如说在这个图里面 老师你逗破为什么是锁仓 不是止盈 因为当时我不知道他 我不知道他是否跌完了 知道吧 你虽然问到这个问题 我先把你这个问题说一下 为什么这地方是锁仓 因为我认为这个地方 我不确定他是 他是拐点 还是一个大调整点 我当时只是觉得这个地方 肯定要有一个大调整 至少的 是不是拐点 我没法判断的清楚 我知道这个地方要有一个大调整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就把它锁了 我是想说如果调整完了之后 如果还要继续上 我就把这个空弹给止盈掉 就调整到位 我就把它止盈掉 我多弹继续持有 后来发现 他跌下来之后 弹不动 后来地方开始震荡了 我感觉他上不去 所以我就把多空一起平掉了 是这个意思啊 好 我要说的这个阻力的时间 离散效应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嗯 就相 就我来问你们个问题吧 比如说 这是一个支撑位对不对 这是一个支撑位 这也是一个支撑位 这也是一个支撑位 对吧 那这一二三 这有三个支撑位 我问大家 这三个支撑位 在未来的这段行情里面 在未来这段行情里面 它的重要性次序 是怎么排序的 哪一个最重要 哪一个最重要 来告诉我 哪一个最重要 哪个最不重要 你们告诉我 哪一个最重要 哪个最不重要 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三 你们说是三 先说最重要的吧 你们觉得最重要的 是几 最重要的 最重要是减 从风 从风格股的级别来讲 你看 从一二三的级别来讲 那三是最重要的 因为三的级别最大 三的级别最大 对吧 那是三是最重要的 但是 但是 从 从时间来看 一是最重要的 二次之三次再次之 为什么呢 因为它隔得越久啊 隔得越久啊 它有效的 就是有效的可能性在降低 有效的可能性降低 重要性在降低 能不能理解 重要性在降低 我给你们发个 另外一个示意图 你们更容易理解一些 比如说 比如说现在 就是这样下跌 一个鼓弹起来 对吧 这样子 那么这个位置 在这个支撑 在这个位置发挥作用 这是第一种情形 第二种情形 我在画里对比图 你们知道了 就是说这样 再去到这里来 这是两个位置啊 这是两个位置啊 不一样 距离不一样啊 这个支撑 在这个位置 发挥效率的可能性 和这个支撑 在这个位置 发生效率的可能性 这两个支撑 这个A支撑 这是A加支撑 这两个支撑位啊 是同级别的 就它本身是一个级别的 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 它越往后 它发挥 这个支撑 发挥效率的可能性 就降低了 能理解吗 它的重要性 在逐渐衰减 重要性 在逐渐衰减 那么这个就近一些 看到没有 近一些 所以我们优先关注 离我们近的 就是一个是近 一个是 重要 重要啊 关注这两个东西 我们前面不是讲过重要性吗 就是强弱啊 强弱的重要性吗 对吧 那么我们同时要增加一个 就是 要近一些好一些 近一些会更重视一些 就近一些的压力位 我们对它更重视一些啊 你不要把几百年前的利用拿出来 说关注 比如说 比如说最近有一个朋友说 这个 哪一个来着 花生还是红枣吧 花生还是红枣吧 就比如说 就是像这种 隔了很久很久的 隔了很久很久的支撑 比如说这个支撑吧 隔了很久很久 在这个位置还有没有支撑 那么它的这个位置支撑 在这个位置还有没有支撑 它随着时间的推移 是逐渐逐渐变得不确定的 能理解吗 它的不确定性会逐渐逐渐增大 能不能理解 有人说为什么 为什么 你们觉得为什么 你要解释为什么 就要解释 风和谷为什么有支撑 比如说 这个地方形成一个谷 价格再照这来 为什么在这个地方就有压力呢 为什么呢 这个压力在这啊 A压力 它为什么能传导到B位置来呢 我就问你 如果你能把这个问题想清楚 你就不会问为什么 A这个地方有压力 那为什么B这边就有压力呢 你告诉我 说说看 谁能说得清楚 A这里有压力 为什么B这里就有压力呢 为什么 为什么A这里压力 B这里有压力 为什么 为什么这个地方有支撑 下来之后 这个地方 我们也预测 它可能会有支撑 我们会 为什么做这样的假设呢 我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假设 为什么能够做这样的假设 为什么能够做这样的假设 是因为 第一 是因为这个位置的有压力 有压力 这个位置是心理作用 对 心理作用 你说对了 我就不解释了 这个地方 本身在这个地方 如果你做多 在这地方被打了 对吧 我们知道人有一种心理 叫十年 一招被蛇咬 十年怕紧神 对不对 到这个地方你再做多 在这个B 在A位置做多 被狠打猛咒 亏钱了 在B这个位置又到这个位置了 比如4000 你做多 好了 你4000这个位置做多 然后亏啥了 然后又到了4000 你又 你还想做多吗 你敢做多吗 你不敢 在这个 在B这个位置 你再做多 你是不是有点怕 你有点不敢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 在这个位置做多的人 在这个位置 是不是被套了 被套了 然后又长上去 解套了 你如实重复 你是不是想 离场 你就想离场 所以这个心理作用 你说的很好 这个位置 A到B能够传导过来 是因为心理作用 那我问大家 心理作用这样传导过来 受不受时间的影响了 这个A和B这两个点 A和B这两个点 隔一个月 隔一个月 和隔一年 它对心理的传导 有没有影响 你们告诉我 这A和B隔一个月 和隔一个年 这个压力传导到B来 有没有影响 有没有 来 有没有 你上一个月被狗咬了 你这个月就怕狗 你十年前 二十年前 或者三十年前被狗咬了 你现在 是不是不再那么怕了 因为你都忘记了 能不能理解 你就快忘了 你三岁的时候被狗咬了 你现在三十岁了 你都忘了 你三岁被狗咬了 对不对 可是你三岁被狗咬 你四岁你就怕狗 能不能理解 你三岁被狗咬了 四十岁你不一定怕狗 能理解吗 所以 A这个压力要传导到B 肯定会受时间影响的 肯定会受时间影响的 所以他有一个时间离散效应在里边 这就是我要说的这个东西 知道吧 随着时间的推移 原来那个压力 时间隔得越久 那个压力还有没有压力了 是存疑的 或者说它的重要性是在下降的 能理解吗 好 我想你们现在已经能理解了 好 再说一个 这句话听过了吗 听过没有 这叫听过没有 叫价格总是沿着阻力最小的路径行进 听过没有 来回答我 评论区告诉我 都说一下 听过没有 有就有没有就没有 这个应该都能够回答 应该评论区应该看到40个问题回答才对 因为你有听过就有听过 没有听过就没有听过 都应该有回答 对不对 那如果如果没有 如果只有两个人 那说明现在直播间只有两个人在听课 一个是郭 一个是蒋 一个是如梦 这句话 这句话很多人都听过 只要你看过书 是不是这样 只要你看过书 他就会有这个东西 你就会了解这个东西 说价格总是沿着阻力最小的路径行进 这句话我在15年前 我刚入行的时候 我就看过 当时我就 我说那简单的 我要判断价格的方向 因为我当时认为 要赚钱最主要的问题 要赚钱最主要的问题 就是判断价格的方向 我当时是这样认为的 所以我说 终于找到一个方法了 这个阻力最小的路径找到了 他不就找到了方向了吗 对不对 我当时是这样去理解 你们是不是这样理解 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想过这个问题的 扣一个一 有过这样的困惑的 说价格总是沿着阻力最小的路径行进 那我找到阻力最小的路径 我不就知道价格 该是涨还是跌的吗 对不对 有这样想过吗 有的客户一给我看看 有这样想过的客户一给我看看 这个问题 我当时这样想的时候 我百思不得其解 因为我总是 我非常困惑 因为我找不到阻力最小路径 我非常的困惑 比如说 比如说 我给你画一段 我当时非常困惑一个点 说价格 你看 比如说这样 下跌 这样下跌 这样这样 假如下到现在这样波动 在这个位置 在这个位置 按理说 你说在这个位置 价格最小 就是阻力最小的路径 是往上还是往下 在这个位置 阻力最小的路径 是往上还是往下 告诉我 在这个位置 你们通过阻力分析 就是你不是说 要沿着阻力最小路径行进吗 那现在阻力最小的路径 是哪个路径 是往上还是往下 阻力最小路径 不知道吗 阻力最小路径 是哪个路径 是上还是下 这个还有疑问吗 你别吓我呀 这是压力 这里只有压力 没有支撑 阻力最小路径 在压力位 阻力最小路径 当然是往下 往上因为有压力 那么上 比如说上面压力 往下压的力量 是10对吧 往上涨的力量 就是压力是10 就是支撑呢 这个地方的支撑呢 支撑在这里啊 这里没有支撑啊 阻力阻力最小路径 当然是往下的 往下的力量 对不对 是往下的 所以往下的 但是实际行情呢 是不是经常这样 直接涨上去了 是不是这样 所以是不是很困惑 我当时就很困惑 我说这个 沿着阻力最小路径 行进这句话 那没什么用啊 没什么意义啊 他怎么是明年呢 怎么利福摩尔 还说这种话 对不对 很困惑 直到 直到我做了很多年之后 我才知道这句话 是想表达什么东西 他这句话 用这句话 你没法判断未来的方向 他不是给你判断 未来的方向的 他是给你干嘛 他不是让你判断 未来方向的啊 比如说 现在行情这样走啊 这样走 好 假如说走出这一段啊 走出这样一个 一个像要上涨的 一个N型的一个结构之后 在这个点上 在这个点上 我们来判断一下 就是他只要越过这个位置啊 他只要越过这个位置 他只要越过这个高点 我们判断一下这个位置 他的最小阻力路径 他的最小阻力路径 我们看一下 首先他的支撑 最小阻力路径 先找支撑再找压力 然后再比一下 支撑和压力哪个大 是这样吧 就是我在这个点上 我在这个点上 我就找到 先把所有的支撑 尤其是近处的支撑 就挨着他的支撑 找到 然后再把压力找到 然后一对比 是支撑大还是压力大 对吧 我就知道他未来的方向 在这个位置 我们一看 这个A线是支撑而是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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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A线是支撑 我们刚才讲过了 这个是压力 突破之后就变成支撑了 这个A线是支撑 这个B线 这个B线是不是也是支撑 就这个点 也是支撑 那么这两个位置 是不是都是支撑 两个支撑 A支撑和B支撑 那么在压力呢 你是不是看不到什么压力 没有压力 对不对 那你说在这个点上 阻力最小的方向是哪个方向 阻力最小方向是不是往上 是往上的 因为压力小嘛 压力小就往压力小的方向跑嘛 阻力最小路径嘛 那就往上跑嘛 往上跑就是 是不是这样 如果再走 走到这里来 走到这里来 这里是不是也是支撑 C位是不是也是支撑 这个D位是不是也是支撑 那么这个时候有四道支撑 压力呢 看不到 前方看不到压力 对不对 如果有压力的话 如果这个前面有压力的话 是不是只有一道压力 这有四道支撑 对不对 然后你发现它继续往这样走 然后第五道压力出现了 E 第六道 第五道支撑出现了 然后F 第六道支撑出现了 对吧 然后继续涨 G这个支撑出现了 H支撑出现了 是不是发现 它只要趋势一旦发动起来 它下面留下了所有路径 所有的风和鼓 不光是风哦 所有的风和鼓 全是支撑 它只要趋势发动起来 它下面走下的路径里面 以前的风也变成支撑了 以前的鼓也变成支撑了 全是支撑 它下面身后全是支撑 那上面呢可能只有一道压力 是这样吧 那你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 是不是有这个价格永远朝着自己阻力最小的路径前进 所以大家想想看 价格永远朝着自己阻力最小的路径 行进 实际上表达什么 实际上表达什么 实际上表达 趋势一旦发动起来 像这样发动起来 一旦发动起来 它是不是有种天然的内在的动力 支撑它沿着这个趋势前进呢 因为在这个路径里面 你把任何一个点抠出来 只要从这里开始发动 趋势只要发动起来 在任何一个点 任何一个时点来看 它都是支撑大于压力的 我现在画的都是支撑 有很多支撑 但是压力只有前面一道 是这样吧 能不能理解 所以这句话我们再回头看 它要表达什么 又表达什么 它要表达的是 价格是以趋势方式运行的 如果没有外力导入 它倾向于维持自己原来的路径前进 如果没有外力导入 它天然的倾向于沿着自己原来的路径前进 这也是为什么我经常讲 趋势具有强持续性 趋势具有强持续性 也就是说 你看啊 比如说刚才这样的啊 如果没有外力 这个外力指的是 比如说基本面的变化 如果没有外力导入啊 它天然倾向于沿着原来的路径行进 就像好比说我们说这个流动力学里面的 如果没有外力 这个物体要么是 如果没有外力影响 它要么是静止或者是匀速运动 它会保持静止或者保持匀速运动 它会维持原来的那个状态 直到有一个外力来打破它 对吧 比如说如果它开始走成了这个 它就有一种天然的倾向 如果它开始刚开始走出了这个东西 它就有一种天然倾向让它继续下去 因为这样走是最小阻力路径 如果它开始是这样一个东西 那么它就天然有一个倾向 维持这个原来的状态继续下去 如果一个物体开始是静止的 如果没有外力导入 它就倾向于静止 如果一个物体是运动的 这个球是在滚动的 在动 那么它就倾向于沿着原来的方向 以匀速运动的方式持续下去 维持下去 如果一开始价格是一个下行的结构 它就天然的倾向于沿着原来的路径 前进 在没有外力导入的情况下 它就沿着原来的趋势前进 这句话是在实际上是不是在表什么 它是不是为我们提供了叫 顺势而为 沿着原来的方向去做的理论依据啊 就是为什么要顺势而为 可能是老师要嘴上天天喊顺势而为 老师文哲家要顺势而为 为什么 你讲得清楚吗 为什么要顺势而为 这句话就是从微观的角度 微观的角度解释了 为什么要顺着原来的势头 去做交易 原来是震荡 未来我们就要判断它继续震荡的概率比较大 原来是上涨 我们要假定未来继续上涨的概率比较大 原来是下跌 我们要假定继续下跌的概率比较大 所以我们要顺势 我们顺着它 比如说我就假定 现在是盘整 我就假定未来要盘整 所以我就不做 不做也是一种操作 那么如果原来是下跌 我就假定继续下跌 所以我就做空 原来是上涨 所以我假定继续会上涨 我就做多 那你为什么要这样假定呢 他解释了 能不能理解 这个有点深 有点深 能不能理解 其实我有时候 我不必要讲这个东西的 我就告诉你们 顺势而为 顺势而为 行了 我本来四个字就解决了 对不对 我说分这么大力气跟你讲这个东西 是因为你们 你们的理解太浅层了 这会影响你们未来的 会影响你们未来的发展 理解不要浮于表面 不要人云亦云 你要自己打通 你要自己把所有问题想清楚 好不好 好 这就 我再跟大家扩展一下 我跟大家再扩展一下 从这个角度 我们再扩展一下 大家想 这就跟另外一个问题很像了 我给你们扩展一下 叫 这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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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的密信里面 我会还会讲这一句 这句话实际上就叫强持续性 强持就趋势的强持续性 趋势有一个重要特征 就是强持续性 这个强持续性 如果我们再把它扩展 它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没有明确的反转证据之前 一概假定 注意这是假定 趋势会延续 这个假定 为什么要这样假定呢 因为价格沿着阻力 最小的路径行进 价格永远朝着阻力 最小的路径行进 所以我们这个假定 就是合理的 换句话说 一个球在这里静止的 如果没有人去碰它 没人去推它 没有风吹它 没有给它力量 我就假定它会继续静止下去 一直静止下去 如果这个球现在在滚动 滚动或者没有任何摩擦力 我就假定 它会一直保持一种 匀速的状态运动下去 如果现在没有外力 我没有看到外力导入 比如航行现在在上涨 我没有看到任何反转证据 或者我没有看到 任何外力导入进来的 证据迹象都没有 那么我就假定 它会继续下去 如果现在行情这样 这样这样这样 我没有看到任何外力导入的迹象 价格行为上也没有反应 我就假定它会这样 这样这样 继续下去 能不能理解 所以没有明确的反转证据之前 我们应该假定 原趋势会延续 这是一种假设就够了 不需要 不需要证明 这是一个公理 能不能理解 看起来简单 看起来简单 好好去理解 好好去理解 好不好 这是一个交易思想 我想讲是一个交易思想 老师 那为什么要顺势二维呢 为什么过去是上涨趋势 我现在就要做多呢 过去跟现在有什么关系 过去是上涨趋势 为什么后来未来 这个位置我就要做多呢 对吧 为什么 为什么这个地方是上涨趋势 我放个颜色 为什么这一段上涨趋势 我就要假定未来也是上涨趋势呢 为什么呢 因为在这个位置 在这个位置 阻力最小的路径就是往上的 我刚才跟你们讲过了 这都是支撑 所以阻力最小路径就是往上的 阻力最小路径就是往上的 所以我预测未来要继续上涨 就这意思 好 人们理解 我就没办法了 我只能讲到这个程度 如果不能理解 多听 多思考 好不好 多听多思考 我跟大家扩展一下思维 最后 这是最后本节课 本今天的课程的最后一页PPT 我跟大家扩展一下思维 就是 你发现没有 这个东西在讲什么 这个东西在讲就是说 你最开始的 一开始的路径 你看啊 你任何事情 任何一个走势啊 一开始你是这样走 那么未来基本上 大方向是不是就赢 是可以推测的呀 大方向是可以推测的 或者大概率是可以推测的 你一开始这样走 那么未来这段方向 我是不是大概率可以推测 你一开始这样走 那么大概率未来的方向 我就可以推测 是这样吧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 我们判断方向的方法 依据到底是什么 你为什么现在说 未来一段时间要涨啊 你为什么说 未来一段时间要跌啊 因为我通过这一段的上涨 我来推测 未来这一段要上涨 因为这一段下跌 我推测 未来一段要下跌 是这样吧 换句话说 我再举个例子 我再举个例子 比如说 比如我的公司 我招了一个年轻小伙子 这个小伙子呢 来自于一个 不 就是很差的大学 比如说专科 学校吧 然后呢 他的表现呢 反正上班呢 经常很散漫 迟到很多 是整个公司迟到最多的 然后呢 每天下班呢 一回去 每天就慌起回来 赶回家 下班回家 回家干嘛呢 打游戏 玩 通过这些表现 我能推 我能不能推测 他大概三年内 他的成就 就通过他现在 或者要过去的状态 我能不能推出 他未来的状态啊 我能不能 我是可以的 我是可以的 这就是他 做预测的逻辑 其实是可以的 其实是可以的 知道吧 我通过过去他的表现 我可以推测 大体 估摸摸的推测一下 未来的表现 是可以办到的 你想想你身边这样的人 是不是这样 你身边这样的 刚从大学校园毕业 到你公司来 你看他 比如说你看了十几个 二十个年轻人 你看他的表现 你是不是对每一个人 就有一个判断 对吧 你说这个人未来 肯定发展很好 那个人未来估计不行 你是不是有这样的判断 你的判断是怎么来的 你都是通过他过去的表现 判断得来的 是这样吗 跟我们做交易 也是这样的呀 你只要 比如说这个人 是一个散漫的人 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 做事情是一个 不用心的人 好了 我判断他未来 他也是一个散漫的 不负责任的 事情做不好的人 他的事业 肯定是会很好的 我那个判断 是不是大理就公允 大理上是合理的 对不对 除非什么 除非有一股外力 倒进来 当我看到了一股 比如说我刚才说 没有明确的反转证据之前 我们都 没有明确的反转证据之前 我们都假定趋势会延续 对吧 那么反转证据是什么 反转证据 注意哦 反转证据能不能是反转的 反转证据能不能是反转的 今天我讲这个 要考一点逻辑哦 反转证据 反转证据 是不是一定要反转 我说的反转证据 就是说 因为有些人会说反转证据 那什么是反转证据 就反转了 就是反转证据了 对不对 如果你是这样认为 那你的反转 是不是太晚了呀 那换句话说 你说 这是一个上涨趋势 对吧 那什么是反转证据 就是风和股出现向下排布 这个风在下移 对不对 这个股也在下移 对不对 到这个位置来 或者到这个位置来 你才能判断具有反转证据 是这样吗 你在那判断 那你做一个上涨 非要等到这个位置来 你才判断趋势转变了 你觉得是不是太晚了呀 反转证据 不仅仅是这个 反转 反转证据 不能认为就是反转 不能说看到 确认了反转了 才叫反转证据 知道吧 事实上 在这个位置 就可以出现一些反转证据 那就是在这个位置 就有一些反转证据 只是你们不知道而已 我反复强调 这个位置就有一些反转证据 有可能被我们发现 是吧 不一定非要等这个位置 能不能理解 就好比说我们的斗魄 为什么是要在那个位置 去锁仓呢 因为那个位置 有一些反转证据 我才去锁啊 能理解吧 因为那个位置 有一些反转证据 我才去锁啊 不然我锁它干嘛 我为什么在这个位置锁呢 为什么在这个位置 为什么在这个位置 经常在这个位置锁仓呢 这个点 因为它出现了一些反转证据 这个位置 在这个位置 我做空单的时候 它有没有出现下列趋势啊 没有的 是不是没有 没有呢 好 点到为止 我只能点到为止 好吧 拐点 十个条件 没错 十个条件 其中有三个是最主要的 另外七个次要的 好 这里我其实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 就是 我们把 把路径依赖 什么叫路径依赖 就是过去你是什么样 未来你大概还是什么样 就叫路径依赖 你过去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你未来大概率是什么样的 就是我们中国人说 三岁看到了 你三岁之前是个什么样 你未来大概是什么什么样 你三十岁之前是个什么样 三十岁之后 大概率还是个什么样 就这么简单 所以判断趋势就是 过去三个月 行情是这个鬼样子 那么未来三个月 大概率还是这个鬼样子 除非我发现一些 反转的证据 对吧 如果没有反转证据 没有比如说一个 三十岁的一个年轻人 现在混得很糟糕 很差 然后也不上镜 很散漫 好了 三十岁之后 我大概率还是不行 除非什么 除非我看到三十岁之后 他完全变了一个人 他非常的勤奋 非常的努力 他非常爱学习 他非常专注 他正常找一些成功人士 去交流去学习 非常的上进 每天早睡早起 锻炼身体 非常的积极 好 我看到了反转证据 是这样吧 这个时候 我需不需要 他取得很大的成就 再来判断这个人反转了呀 我不需要的 他三十 他三十岁之前很糟糕 但是三十岁到三十二十岁 或者三十岁 三十一岁这一年 我看到他发生了 巨大的变化 我就判断他到三十五岁 会取得很好的成就 我可不可以这样判断 我需不需要 等到他三十五岁 已经取得很大的成就之后 再判断他发生了反转 不需要的 不需要的 那三十岁到三十一岁 我看到的 刚才说的这一系列的东西 就叫价格行为 能不能理解 我只需要看到价格行为就行了 我不需要他 看他取得很大的成就之后 我再去判断 他发生了人生的重大转折 能不能理解 好 上一个内容讲完了 现在 我讲路径依赖 因为现在时间已经抄了 时间已经抄了 还还讲吗 还讲吗 你们都开都开盘了 还讲不讲 就这一页PPT 我想跟大家 讲讲你们 就是你们 你们很多 很多小白做交易 就太僵化了 你知道吧 他不知道价格行为是什么 我刚刚举这个例子 你们应该知道 价格行为是什么东西了 价格行为是什么东西了 知道吧 不需要 我不需要看这个人 在取得了伟大成就之后 我再说他发生了转折 也就是你们说 老师 你这个反转都是事后判断的 这样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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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也不知道 这个方式拐点 真拐点的时候 是走出来之后 你才判断这个是拐点 走出来之后 你才判断这个观点 是这样吗 真是这样吗 如果这个人 比如说 比如说 这个人的 这个人30岁的人生轨迹 是这样的 走下坡路的 到这里来了 对吧 一个人走下坡路 走到这儿来 30岁在这个位置 低谷 走到这个位置 对吧 我是不是像你们 很多人说的 这个股 这个股是 事后走出来之后 才能判断这个股 有没有办法提前判断 有 逻辑上是有的 虽然我们不能每次都办得到 我没有说我每次说我一做 就做到最低点 我没有说这个话 我是说 它是有逻辑 有办法去推测的 这个逻辑和办法就是 在这个位置 我要看到它的表现 它在低谷 它虽然30岁 从20岁到30岁 它经历了人生的低谷 混得越来越差 它30岁甚至比20岁还差 对吧 但是在30岁这个节点上 我看到了它翻转命运的行为 它有翻转命运的冲动 它有翻转命运的渴望 它有翻转命运的行为 我就判断它这个位置 大概率能够起来 我可以这样判断 对不对 我就可以这样判断 我只让你们去理解 这个世界上还存在着方法 提前判断 因为很多人被僵化到说 这个位置不可能判断 只能走出来之后才能判断 错了 是有逻辑的 我刚才讲的就是逻辑 我刚才讲的就是逻辑 在这个位置 是有一些表现 让我们能够做出提前的预判 虽然我们不能每次都判断对 但是我们有逻辑去判断 能不能理解 好 这个事情就过了 那么我现在再来讲 这一个最后一页PPT 最后一页PPT 上面写的是叫 你最开始的真实想法 建立的认知 以及走过的路 本身就是你继续走下去的最大推动力 和改变的最大阻碍 这句话 我分享给大家 我们任何时候都要警惕 有时候要警惕 有时候要利用它 尤其是 如果你现在做交易 还是一个很不好的状态 你一定要好好理解 我现在说这句话 你最开始的真实想法 建立的认知 以及走过的路 本身就是你继续走下去的最大推动力 和做出改变的最大阻碍 你比如说 你现在的状态就是在走下坡路 就是在走下坡路 你注意 你这个走下坡路每一次啊 你想想看 在这个 比如说 比如说你这一次啊 我跟你 我给你举个例子 比如说 你的人生在这里走啊 你的人生走到这里 这样起来 是你 你说 怎么讲呢 我把这个当成你们的这个 我这样画吧 我这样表达吧 比如说你要减肥吧 我就说不要减肥 这是你的体重 我画一个体重曲线 你每一次你体重下增长 然后你下定的决心 在这个位置下定的决心 说我要减肥 对吧 然后你费了好大劲 减了 然后发生了反弹 再创新高 你的体重再创新高 这个时候你又发誓 要再次减肥 再发誓要减肥的时候 你觉得比这一次 就是这个A 这是B A和B 这个位置你再发誓要减肥 你觉得在B这个位置 你觉得困难是比A大 还是比A小 决心 在B这个位置的决心 信心是比A大 还是比A小 就是对于减肥成功 的信心 在B这个位置 是比A这个位置大 还是比A这个位置小 他就他 你这个A 因为你失败过一回了 你以前减肥 反弹过一回 你失败一回了 所以这个位置 你的信心就不足 你的A 你的信心 你的B的信心 就会比A差一些 那么差一些你减肥 你的你信心就不足 你减肥减得下来吗 你动作决心都不够 对不对 所以你就发现 他减不了多少 你甚至减不动 横着走 你体重横着走 你付出了很大努力 他就是横着走 然后过一段时间 你发现横着走 他付出那么大努力 天天天天天在这折腾 还是没有 还是没有减下去 他就干嘛 你就开始放弃 对不对 减不动嘛 怎么算了 放弃 放弃干嘛 他就会继续长 知道吗 你发现没有 你你这一次的 你这一次的失败 你这一次的失败 他是不是促成了 你下一次的失败 他促成了 你下一次的失败 人生也是这样的 如果你第一次 走了下坡路 你再要爬起来 很难的 他会 你会顺着下面 继续走下坡路 是最舒服的路径 最舒服的路径 就是躺平 躺平就舒服了 最难的路径 就是往上 很费力气的路径 对吧 所以你一开始 这个姿势 就是变得非常重要 你一开始就成功 那么后面 去的成功就会更容易 再去的成功就更容易 是这样吧 所以一开始的 你的真实想法 建立的认知 和走过的路 他本身就是你继续走下去的 最大推动力 和改变的最大阻碍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一开始 一定要建立一个 正确的认知 一开始 第一步你要踏队 第一步要踏队 知道吧 第一步 就换句话说 你第一次减分 一次就把它减下来 你体重这样标上来 一次就减到底 第一次就要成功 成功才是成功之母 做交易也是这样的 你一开始的想法 一定要正确 比如说 举个例子 比如说 你认为现在 比如像行情这样涨 你一开始有一个认知 行情这样涨 你有一个认知是什么呢 就是觉得涨多了 涨多了 所以要做空 在这个位置 在这个A这个位置 你觉得涨多了 就要做空 那么现在涨到B来 在A位置 你认为涨多了 要做空 在B这个位置 你会怎么想 你会认为 更加的涨多了 所以更加要做空 这个位置 A位置空了的 对吧 B这个位置 你会再空 那再继续涨呢 你说A 你都认为涨多了 现在涨到C了 你是不是更加认为 涨多了 所以你会继续空 再涨呢 保仓了 家破人亡 是不是这样 你为什么会这样呢 你为什么会一路涨 一路空呢 因为你第一开始 第一个空单就有问题 你第一个空单 做空的当时的想法 就是错的 你认为涨多了 是做空的理由 那继续涨 就涨得更多 就继续做空 再涨多继续做空 是这样吧 所以你看 你之所以陷入这样一个错误的死循环 是因为你第一笔单子的理由错了 我们做空 做拐点 不能因为是涨多了 所以做空 能不能理解 我们做多 不能因为是跌多了 所以做多 不能因为这个理由 这个理由不行 如果你有这个理由 你就会陷入这样的死循环 最后就会爆仓 再比如 再比如 我经常举这样一个例子 说 王大锤 假如有一个 有一个人叫王大锤 他见到自己的发小 王大锤见到自己的发小 开了一个理发店 很赚钱 他自己也想赚钱 他也去开一个理发店 他觉得 我现在技术 我现在没有 不会理发技术 我理发技术不行 不要紧 等我开店赚钱了 我再去学习 理发技术 这个想法 行不行得通 这个想法 一开始就行不通 对不对 我是说一个很滑稽的案例 一开始就行不通 为什么行不通 你都没有理发技术 你自己开个店 你还帮人去理发 还指望理发 赚了钱之后 再去学习理发技术 是不是逻辑上 本身就有问题 一开始 你的想法就有问题 最终你就办不成这件事情 最终结果就是失败 最终结果就是失败 我为什么举这个例子呢 是因为 我这三年来 我在2019年开始 带学员 我碰到了不下五个 亲口 五个学员亲口告诉我 说老师 我做交易有一段时间了 我觉得你技术很好 我非常认可你 但我账户里面的钱也不多 对吧 我账户里面可能就 那三万块钱 我如果跟你学 我就没有钱做交易了 我想等我做交易 挣到钱了之后 我就有学费了 我再跟你学习 这行不行得通啊 你们觉得行不行通啊 跟我刚才举这个理发店的例子 是不是一样的呀 你一开始有这样一个想法 你就行不通 那么在我实践下来 我发现 绝大部分人说 等我做交易挣了一点钱之后 我再 我再拿学费跟你学习的人 到最后都是年 学费一分钱亏都没有了 就我经常会说 我说你 你不信你 你现在有三万块钱 你如果拿出来 你拿出来跟我学习之后 你觉得没有钱做交易 好了 那么如果你继续做 你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可能性 是你三万块钱最后都亏没了 我说你信不信 你可以去尝试 一年之后我们再见面 一年之后你再跟我说结果 百分之九十 百分之九十还算客气的 百分之九十九的概率 是最后 连最后三万块钱也亏没了 对不对 所以你一开始的想法都是很滑稽的 行不通的 那最后的结果怎么可能成功呢 一开始的路径 一开始的真实想法 它就是你继续走下去 最大推动力 它会限制你 知道吧 第二个 我今天想说的 第二个我想说的是 真实的认知 真实的认知 与实际行为 永远匹配 我们的认知 不可能跟我们的行为是不匹配的 不可能发生这样的 所以我们经常用说 老师知情不合一 知情合一 你的知和你的行 绝对不可能不合一 它是一定合一的 你自己想象 你生活中有哪一个事情 是说你知情不合一的 没有的 比如说我就以减肥为例 以减肥为例 你说我现在要锻炼身体 我要减肥 你类型是这样 你自己认为 自己是这样认为的 你自己是这样讲 你嘴上是这样说 对吧 你嘴上说我要减肥 因为减肥更健康 看起来更年轻 对吧 但是你总是减不下去 对吧 你总是坚持不了 对吧 所以你说自己 知情不合一 我知道减肥有利于健康 减肥之后我身材更好 对不对 可是我就是做不到 我叫知情不合一 这是知情不合一吗 你的知是这个知吗 你嘴上说的不是真知哦 你不是你真实的觉知 不是你真实的想法 你的真实想法是什么 你的真实想法是 减肥太痛苦了 现在 这个烤肉的诱惑太大了 啤酒的诱惑太大了 对吧 这个减肥 这个 这个减不减 好像也没什么大碍嘛 好像 好像再胖一点 也没有影响多 影响健康嘛 对吧 好像这个烟不戒 好像继续抽 也有活得很久的呀 也有不得病的呀 好像戒不戒烟也不重要嘛 对不对 这是不是你真实的想法 这很有可能是你真实的想法 健身 健身太累了呀 太辛苦了呀 每天早睡早起 跑起来跑步 那好累呀 这是不是你真实想法 这是你真实想法 这才是你真实想法 是还是不是 比如说做交易的例子 有些说 老师我知道要持仓 可是我就拿不住 你看我明知道要持仓 要拿住 可是我就是拿不住 你看我执行不合一 这是执行不合一吗 你的真实想法是什么 你的真实想法是 哎呦老师都说要持仓 可是我一持仓 我利润就拿没了 我本来有两万块钱浮营 结果老师说要持仓 我一持仓 好两万浮营也变没了 一次这样 两次这样 三次这样 好烦呐 而且我内心要有点怀疑 老师说的这个 要持仓对不对 对吧 所以你就拿不住 你看到没有 你拿不住 跟你的真实想法 是一致的 非常一致 因为你不觉得 把持仓拿住 把单子拿住 有多么好 它不好啊 老师让你浮营变没了 它不好 它不爽 它不对 这是你的真实想法 所以你就不拿 所以你转一点就跑 对不对 你看看这个过程里面 你的真实想法 和你的行为 哪有什么不一致 非常一致嘛 所以就我观察 不存在 所谓的真实想法 跟你的 跟你的行为不一致 如果你的真实想法 跟你的行为不一致 你要是得了病 你知道吧 那叫神经病 那叫神经病 你知道吧 比如说 你现在渴得要命 快要死掉了 口渴 很难受 你想喝水 但是你的行为 但是你的行为表现出来 就是我就是不喝 你会这样吗 你不会的 你不会的 对不对 除非你有神经病 或者你想死 你本身就想死 对吧 所以一个人的真实想法 跟你的行为 是永远一致的 那就意味着什么 那就意味着什么 你要有正确的行为 你要有正确的行为 你应该要有正确的想法 然后把正确的想法 变成你的真实想法 注意正确的想法 不等于你真实的想法 正确的想法 不一定等于你 不等于你真实想法 知道吧 正确的想 正确的思想 正确的认知 正确的理念 是你们嘴上说的那个东西 真实的想法 是你内心想的那个东西 你要把那个嘴上说的那个东西 变成你内心 真实想的那个东西 是不是这样 要学会这样 要学会这样 如果你能够把你 理解的 想到的 认为是对的 变成你骨子里面 天然的真实的想法 你的交易的知情合一 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你比如你打骨子里面 你就是认为 不持仓 单子拿不住 不可能挣钱 单子拿不住 要亏钱 要家破人亡 要亏死 而且永远 十年二十年都做不出来 都白做了交易 亏得一塌糊涂 你真的是这样认为的 你立马拉得住 因为它是一个 to be or not to be的问题 它是一个生和死的问题 是做得出来和做不出来的问题 非常严重 严重到你办不到你就不能盈利 你如果真的把高度提示到这个高度 这就是你的真实想法 好了 你持商一点问题没有 是这样吧 所以一开始 最开始 你一定要建立一个正确的真实想法 你一最开始要建立一个正确的真实想法 很多人做交易 就一开始那个想法就是错的 一开始那个想法就是错的 那么后面路径依赖呀 后面的就传错了 行为就传错了 下来就传错了 所以最后 今天也讲了很多了 最后我想跟大家说一句 说一句 就是一个结语 我们一开始是建立一个良性循环 还是建立一个恶性循环 取决于什么 取决于是一开始 最开始要有一个正确的认知 我们在这个课程里面 在这个299的这个基础核心技术课程里面 我希望为大家种下一颗正确认知的种子 这个叫正因 正确的正因果的因 这个叫正因 当有一天你突然受到某件事情的影响刺激 或者你突然看盘的时候 你突然从心底 这个种子就开始生根 开始发芽 你突然回忆起 海桑以前跟我说过某一句话 对吧 它开始在你心底内 生根发芽 长大 它就变成了你真实的觉知 现在我说这些内容 可能你内心不以为然 或者不这样认为 或者不是真实的这样认为 或者不是 不是特别特别的认可 没有关系的 没有关系的 总有一天你只要做交易 总有一天你突然就觉得 好对 它就变成了你真实的觉知 那么这一件刺激 或者启发大家的事件 就叫缘 有这样的缘 刺激到你们 那当因缘这样东西 具足都有了 我种下这个因 那么如果你以后 碰到了相应的缘 因缘具足的时候 这个事情就发生了 好的 所以万法相互缘起 事事不必强求 只要因缘具足 自能水到渠成 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各位